有这么一个女孩 六天时间能赚四万元 日常工作就是在一面平整的白墙上作画 和大家常见的壁画不一样 浮雕壁画是3D的 首先用粉笔在墙上勾勒出轮廓来 把镊子刮在墙上雕刻出形状 再静置一晚等它干透 最后才可以用刷子一点点上色 因为在短视频平台分享了制作浮雕壁画的过程 一炮而红 现在的粉丝已经有600多万 视频累计获赞4000多万 连央视都连续找它两次 她就是九五后壁画师张丽佳 2020年底 央视为纪念汶川大堤阵后 乐观重建家园的精神 特地邀请张丽佳去创作 此年再次应邀 成为中央电视台年画画年纪录片的备访人 向全国人民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女生为了赚钱可以有多贫 排上9米高的架子是常态 还要一个人抬脚手架和40多斤的空压机 经常通宵达旦的作画 一战就是一整天 周围全都是钢筋水泥尘土飞扬 就算什么都不错 在那待上半小时 人也变得灰头土脸 材料味道很大 经常要戴着防毒面罩抬手作画 张丽佳从事浮雕这行 会有凌晨两点才画完的时候 一个女孩子全身上下被弄得脏兮兮 颜料还会结成硬块粘在头发上 人刚从架子上下来 多走一步都没力气 摊在地板上就睡着了 敬业的男人被理所应当的认为是骄傲 而一个敬业的女人 则会被说不持家 但谁说女子不如男 一个在自己岗位上 尽职尽责的女人最有魅力 爸爸是送外卖的 妈妈是清洁工 女儿却只用一幅画就赚到4万元 当初为了学画画 家里东偏西凑出3万元 让她参加一考 考上广东武艺大学服装设计专业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 大学她就开始做各种 与画画有关的坚持 有一个社区 出40元一平米的价格 请她去画壁画 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站在9米多高的架子上做画 因为踩空 险些摔到地上 达尔的时候 接到了要求她画浮雕的单子 当时的她认为凹凸不平的浮雕壁画 以后也许会有市场 就算没有尝试过 也硬着头皮上了 功夫不会有心人 在多次尝试之下 她掌握了浮雕的画法 所以说 机会来了 一定要抓住 既不如人 我们可以培训 没有人脉 我们可以培养 因为张力佳的爆红 凭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行业 让同行身价提高了不少 在张力佳可爱 自己的幸运 是在年少的时候 就找到了此生热爱 从此不再迷茫 不再彷徨 从此心里有火 眼里有光